好多小伙伴都说不认识这个兔女狼是谁 我就给他安排一个全市脏衣服的关卡 结果他是一路上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收集不到 到了终点 这个唐公子都嫌弃他当叫他赶紧走 兔女狼哭得好伤心 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 于是我又问了隔壁王二狗 还有张春花 他们也说不认识他 于是我还是给他选择一个全市脏衣服臭女科的关卡 走在宁宁的道路上 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 一步一步是早遥 走到终点比原来更脏了 唐公子看到他挥挥手说 你走吧相亲都那么不知理数 这次兔女狼哭得更伤心了 到了第三天他又来了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执着呢 是嫁不出去了还是怎么了 就非要嫁给这个唐公子呢 那你还是走这个全市乌云密布的地图吧 让你看不清路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找不到 反正也没人认识你 好吗我弟亲娘爷这次炸锅了 小伙伴们都发小五照片来吓我 好吧原来他是小五 那为什么你们看到他都没有花呀糖呀什么的 要是你们真的喜欢他 我一定会帮助他躲过脏衣服臭尼扣 收集上干净的衣服 走到终点和唐三哥哥永远在一起的 来吧展示 换上干净衣服的小五 果然不一样了 后面开始出现仰慕他的小哥哥了 为他撑伞着风挡雨 所以说我们女孩子还是要学会打扮的 才会有更多小哥哥喜欢自己 来到终点了唐三哥哥 也给小五送上了一个深情的拥抱 哇 哦耶 哦耶